嗨,大家好,我是Jerry,我是來自吉林坡 想問一下Brian是怎樣做一個 Fitness Coach 跳去Model Vision Coach 因為之前是說過是Pay Check to Pay Check 從一個打工,怎樣跳去做生意呢? 會不會有種害怕,有種恐懼,怎樣去克服呢? 這個是我的問題,多謝你 Jerry,首先是多謝你的問題 我記得是由我當時做Personal Trainer 直到我出來做生意,感覺是怎樣? 跟你一模一樣,很害怕,很不知會發生什麼事 我怕賺不到錢是養不到價錢 所以你的感覺和大家,和我的感覺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件事先不用擔心 其實整個情形是怎樣的呢? 就好像是我們去玩的那些過山車 其實最害怕是什麼時間呢? 最害怕的是,當你在排隊的時候 你見到那些人是一個一個坐上去 然後衝上去的時候不停哀哗鬼叫 這個時間是最辛苦、最害怕的 等待時間是最害怕的 但是當你是跳上去車,沒錯 第一分鐘上去的時候很害怕,衝來很害怕 但你發覺當你衝來之後慢慢轉了幾下 感覺就會有一個… 其實很害怕 慢慢變了興奮 慢慢就開始是開心那種喊 刺激那種喊,不是害怕那種喊 這個就是分別 所以如果你想去走這一步 我建議你立刻走這一步 不要坐在那裡想和坐在那裡等 因為你坐在那裡的時候 你永遠都不知道狀況是怎樣的 但是你有沒有見過有很多時候 就是當那些人是玩過山車的時候 下了那個山車 起初就很害怕的 但一跳下車的時候 很開心、很興奮、很開心 再想做什麼? 再想玩一次,對不對? 就用這個心情 跳下去,開始創業 中間有什麼問題? 才是邊走邊未調 邊走邊遇到挑戰、邊解決 這就是你應該的心態 好嗎? 所以我預祝了你成功先Jerry 還有其他朋友 如果你想在鏡頭面前 是這樣解答你的問題 你就可以像Jerry那樣 用手機拍攝自己 待一個30秒的問題 發給我們 好嗎? 你發給他 支持到brancharmotation.com 我就會抽到你的影片底下 如果我覺得你的問題 是我需要回答你 我就會像這次這樣回答你 好嗎? 加油,別收緊